你會把影片錄下來,所以你會發現喔,那個下方會閃一閃的,其實就是在錄影 錄影之外的話,我也把我自己錄進去,那當然這些這件事情不是老師必要要做的 但是我覺得我是替你們做,為什麼有些同學可能學不會怎麼辦呢?你就看影片就好了 這樣的話呢,對我來說也是好,因為我有些東西可能就不需要重複再多說好幾遍一樣的東西 所以這地方的話,當然要記得啦,就是說如果你課後假設有問題的話 第一個,要不就是你到雲端上面找一下雲端白板有沒有答案 第二個,你可以到Poto裡面的話,可以看一下我們Poto裡面,也會在最新消息裡面 也會把我們上課的內容,比如說第一次第二次跟上個禮拜的影片,完整的影片都在這裡 那你可以連結到這邊,那就是1234上個禮拜講的,所以上個禮拜最後講到什麼呢? 用VBA撰寫這個程式與按鈕有沒有 那如果你有些細節部分假設不清楚的話,你可以把它點下去 我想使用YouTube應該不用我教啦,你就直接怎麼樣,可以在這邊呢,直接可以做觀看的動作 然後另外的話呢,如果你裡面有問題 這邊當然都會有這個,那當然你可以把解析度稍微調高一些些啦 預設可能比較沒那麼高,你可以調到最高720 那或者是說你也可以不需要線性的學習啊,從頭看到也不用,你可以什麼,跳到你可能比較不熟的地方 那你直接再去從比較不熟的地方,直接再去觀看 當然都OK,那學習的話 另外的話,如果你假設哪個部分有問題對不對 你可以告訴我你現在幾分幾秒,比如3分24秒的地方,你可以在底下做留言的動作 那當然如果說你未來想要學習更多的話 那也歡迎這邊有個什麼,訂閱有沒有 那我目前訂閱人數 已經有1.7萬人 OK,那這件事情其實我做超過10年了 也就是我只要上課呢,我就把我的上課錄下來 所以我累積下蠻多的影片的資料庫啦,那其實這些都是資源 OK,那當然這地方提供有沒有參考,裡面當然我也會 放一些什麼懶人包啦,如果你想要對懶人,我以前 寫過的那個 那個什麼教學部落格有興趣的話 你想要學更多,你可以點擊那個懶人包 反正呢,你只要把這些全部都學完 而且能夠理解的話,我相信你將來在職場上應該 可以表現得非常的好 而且應該是 老闆很需要,很希望 找到的人才啦 OK,那這邊的話呢,大概我這邊有一些相關的懶人包 你可以再稍微看一下 裡面的話 這些相關的東西,至少我寫了上百篇上千篇的那個 部落格文,只要我上課 下我覺得很重要的部分,我就把它整理成部落格,所以這邊的話呢 給各位參考一下 那今天的話接下來來看,第一個就是把上個禮拜那個檔案打開來 不過打開之後的話 奇怪這個不安全 看一下是不是 因為第一個,如果因為裡面有那個VBA 那他可能 可能這檔案 這檔案有問題,我應該是這個才對 這個OK 把它直接打開好了 那可能他剛剛的檔案有問題 那另外同學剛剛問的問題 稍微講一下 如果你有寫VBA的話 他一定會在這邊出現什麼呢 叫做安全性警告 以停用 聚集 意思就是說呢 他在預設的情況下呢 是不會幫你開啟VBA的 那什麼情況下會開啟 你一定按一下起用內容 他才會啟動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擔心什麼 就是VBA 也有可能 有那個病毒啦 所以呢 假設你這個檔案裡面呢 確定是 沒有問題的話 那記得你一定要起用 起用內容 如果你沒有按起用內容的話 那你的VBA即便有撰寫 也無法執行 OK 那我們上個禮拜呢 主要是什麼 寫完那個VBA 記得就是從這邊 因為 電腦會還原嘛 所以記得就是 制定功能區這邊 開發人員這個一定要打勾 上面一定有開發人員 第二個的話呢 你曾經 你寫過的程式的話會在這個幾個地方 不就是聚集啦 聚集門號跟清除 兩個 不然的話你可以到那個VBA Visual Basic 這個環境裡面 它會跳到這個地方 我希望把它稍微縮小 那裡面呢 上個禮拜你一定是先寫一個模組 在模組裡面呢 我們撰寫了兩段程式 就這兩段 OK 那開頭一定是sub 一定是sub 所以 會有一個sub是門號 那一定會有一個end sub 頭跟尾的位置 會有個清除 然後一定有個end sub 那當然我如果要執行它的話 幾個方法 不就是直接 怎麼樣 在這邊直接按下執行 如果寬度不夠你把它稍微調寬一點 要不就是怎麼樣你就是直接 清除的話直接在這邊執行 但有點不方便怎麼辦呢 我們上禮拜講過你可以插入什麼的按鈕 然後直接在這邊拖拉一個大小 然後給他一個什麼 給他一個名稱 所以把名稱複製之後 把這個按鈕的名稱做變更 另外呢還有個清除 所以清除部分的話呢 那我就是直接把原來這個門號的按鈕按右鍵複製 在底下貼上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我希望兩個按鈕一樣大 那再重新指定一下這個 這個 按鈕 是指定到清除 並且把名稱也給複製一下 把上面的名稱也給 變更了 那這上個禮拜講的就是 最後做出來我希望的結果是一個按鈕按下去門號就出來了 按下去的話就自動把我清除掉 那這上個禮拜講到的 這個最重要的 所以 這個是我們要做出來的效果 那這個我想以後我們在 後面的課程都會利用到Visual Basic 所以這個我想各位一定要熟悉 再來的話呢 待會我們要做另外的效果 VPA的話 基本上它有幾種呈現的方式 第一個是按下按鈕 這是第一種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說呢 我們可以在 插入函數裡面 那之前我們是用裡面內建的函數 去做一些事情 不過你會發現 之前我們用REPT加LEN 然後串接 你會發現公式會非常冗長 但是如果你今天希望怎麼樣 有沒有方式 可以讓這個公式變得很簡短 而且很簡單 他只需要什麼呢 插入函數 找到什麼呢 找到有個類別 要使用者定義 不過呢 你們現在應該沒有這個使用者定義 因為你們 還沒寫這個東西 因為我是要demo給各位看 所以呢我先把 可能等一下你們寫完之後的結果 給你們看一下 那可能我會希望怎麼樣 我自己寫一個很簡單的一個公式 寫一個很簡單的函數 這個叫制定函數 那比如說呢 假設我這邊會有個使用者定義之後的話 選擇有個手機 那這個手機的函數 是我自己寫的 你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那主要目的就是說呢 可以 假設給一個什麼呢 有沒有 他會跟你要三個資料 那你就給 比如說我要串接到這邊 那我需要給三個資料 第一個資料是電信業者 第二個資料呢 是給 門號的區碼 第三個資料呢 是給門號的末碼 那他就會怎麼樣呢 他就會自動幫你把這三個資料 分別搬到哪裡呢 搬到這邊來 搬到這裡做什麼呢 因為我就是透過這三個叫引述 這三個引述倒過來之後的話呢 我把這三個引述呢 在程式裡面 幫我串接完 放在這個函數 制定函數 裡面 先幫我存起來 存完之後按確定呢 他會做什麼呢 再幫我把這個 串接的結果放到 我的儲存格裡面 就可以達到什麼 達到我要的這個 結果的目的 那這個 這個東西叫制定函數 那所謂的制定函數是 本來裡面沒有 但是呢 我透過VBA 程式的撰寫 把它變出來 OK這個流程的話就是一個 制定函數流程 那至於要怎麼寫 這個等一下我會教各位 那這個也是我們今天上課的重點 就是如何 利用VBA 這個也是VBA 第二種方式 所以是VBA的第二種方式 VBA的第二種方式 這個VBA第二種方式 然後產生之後按確定 給各位看一下 就出來了 當然你底下要全部做完的話 你只要點兩下 他也全部做完了 那這個方式跟按按鈕 其實 可能結果都一樣 但是 你可以針對你實際上工作需要 你看你是要按按鈕呢 還是要制定函數 那這個當然沒有絕對的 你可以針對你工作上 實際上需要 現在很多公司 都會針對他們自己現在遇到的 每天都遇到的 這個狀況 那還有就是說 我有把那個影片的部分 貼到Poto上 所以 你可以 試著 透過那個連結 去找到上個禮拜的那個影片 假設你有些地方已經忘得 差不多的話 那你可以再把上個禮拜的影片 再稍微看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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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